各位网友大家好 又是老鬼和大家游车渴的时间 今天是10月2日 放完中秋节 每天才上班 今天真的放了 昨天应该开心 我现在和大家聊聊 现在是3点的10分 我刚刚去完一家地方送货 那地方叫Disley 就是差不多上Pitt District的一个镇子 我现在就离开了 我现在经过这些小路 去一个地方叫Marple Marple 就是属于Stockport附近的一个小座 沿着这条住家 住家嵺的小路 就走两米路就到了 我就陈着机会 录给大家看看 这个浮属属于一个宁静的 宁静 不是在市中心的浮 所以应该都挺太平的 屋都不算贵的 各位看到的路 都比较上下车 因为它是山路 就是山区 又高又低 这个浮属来Stockport 大约是2-3米 日常的生活 你都可以去Stockport 买的 它本身也有一个社区 都可以买到日用品 如果你说喜欢去Stockport 就乘坐巴士 乘坐巴士 甚至乎自己驾车 大概是一个多两个字 就去到Stockport Stockport 离开曼城 大约是8米路 就沿着那条A6 A6的一条大的主要降道 就去到5万城 这个BARPRO 我认为仍属于大万城区的浮 如果不是 就应该属于柴棍 到处都可以看到 很多树木 花草 从这方面 你看到 应该是比较宁静 不会很圈蛙草草 你问我有什么就业机会 又是那些 因为本身 你 港人移民过来 拿着BNO护照 除非你是很专业 否则 你做的东西 基本上 都是限制了 所以都是 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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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做下送货 或者做下唐人的外卖店 飲食业的工种 这个埠 我刚才也做过少少讨论 屋价都是一般 和stockport差不多 它的环境就好 因为到处都是清清静静静 stockport就比较 集乱一点 但是stockport就有 就业的情况 比这个埠 这个埠 如果你说上班 駕駛三几米 车回去stockport 亦都 非常不可 我觉得 不是一个太困难的问题 这里也有一间学校 好像叫做 Marple Sixth Form College 这样的 我一会 对 现在沿着 有上斜有下斜的路 一路去Marple 前面也有巴士 巴士经过这里 809 就去Hazell Grove 这辆校车来的 送了小孩子回来 放学下车 前面另外有一家 这个叫Stepping Hill 一个Hospital 去stocks hospital 看情形 这条路 这个area 这个社区 也有很多巴士 到 刚才经过了 那个college 叫做Marple College Marple College of Sixth Form 就是读语科的 有没有中学读 应该有的 很少说只是读语科生 应该是一条龙的服务 旁边有很多新建的屋 新建的屋 再说到屋价 这裏的屋价 我计算是百多二百万 又是 SAMMY的 200万 或者200万 都可以买到 那 那 独立屋 可能是200多到 前面有个Butchers 差不多到 差不多到 Marple 那个 village 又是很传统的 village 又是两边 两边有店铺 中间一条大街 没有一个正正四方 一个 center 转去左手边 离开 Stockport 就是四米 转去右手边 Niu Mills Globso Globso 和Niu Mills 都是山区的 我们先转右 转左 这里就是传统的 Village 一条大街 一条大街 左右两旁 就有些 Shops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埠 你看到 Village center 都是一般 不会很漂亮 不会很美观 齐整 但是 我有一间 因为我客人 左右两边都有餐馆 在这里 听闻 都没有什么特别 不好的地方 应该算是 太平和宁静的一个村 一个居住的地方 我现在转了 一会儿 我就要暂停 不要留住 这些小街 就是小路的房屋 大家可以看看 看这些街 都算齐整 就不会连出八糟 我现在这个 Marple 这个地方 都应该 可以考虑得过 这些地方 我先不留住 就是这样 好了 那我就送完货 现在转出来 转了一个圈 因为刚才我要去这个 后面 走后门 所以转了一个圈 现在转出来 大路 这里有一间蜆壳 蜆壳入油站 我的客人就是在前面 左手边 不知道看到巴斯站 那间 那间 那间泰国餐馆 送一些泰国走去 那 我说一下 这个浮 又不是太好 又不是太差 属于一个一般 就是万城区来说 属于一个一般的浮 那 环境的治安 应该都上可 现在正在塞灯 位 那 今天呢 就 哎 和第二个女儿 就有点 挨拶 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想大家 网友知道 这里的小孩 在外国大的 英国大的小孩 就和你中国人 传统观念 教育出来的小孩 的观念是不同的 那 他们想的东西 就和我们 香港教育出来的小孩 想的东西是不同的 他们就比较 就是 不会觉得 家长制是行得通的 你没有什么家长权威的 他真的可以和你死撑的 他真的可以和你死撑的 也不是可能 也不是 据你力争那只 只不过是 他觉得他適合你和你死撑的 有些道理 他在我们 中国传统思想 行不通的 他都觉得是没问题的 大家希望 看看有没有机会 看看将来 有机会的 就录一个video 拍一拍 这些小孩 长大的环境 和香港小孩长大的环境 教出来的不同的心理 和思想是如何 我想都会录一个video 讲一讲 大家聊一聊 现在就已经由 Marple走 沿着Stockport的方向 出去Moto 回家 今天是星期五 应该来说 如果不是疫情 三点多 四点钟 这些时间就很堵车 现在交通算是昌顺 这里有巴士 一路走的楼房 都算是可以的 哇 这个小孩这样走过马路 刚才那个小孩走过马路 在他心目中是没有问题的 车要让他 英国人的思想 就是说你的车应该要让他 不是说他看车 大家的出发点是不同的 是有分别的 我们中国人就是说 你小心啊 过马路小心车 车撞到你 你又不幸 有什么事就自己舍弃 他们不是的 他们觉得我有我的车 去过马路 撞到就是司机不适合 司机不适合 不小心 是这样的 他们这样的 说回来 刚才就是说 交通 平时这里应该很堵车 为什么我告诉你 前面有个灯位 我告诉你 就是这个灯位 有些车转右的 如果多10架 8架 他就阻碍直去那条链 就真的变成塞车 这里整天都会塞车 如果不是疫情之下 全部的车都是 转左转右 转上转下 都是三叉位 所以平时这条路是非常之差的 但是现在疫情之下 已经少了车的流量 我想少了三分之一 就算是可以接受的了 那些车 现在我可以走 去到没多远 又有一个灯位 转左又有一个灯位 所以车又要塞 所以倒塞回头 倒塞回头 直到这里 直到这里 如果有一排长龙 转左又去不到 又要塞 所以有时候 这条路都很猛烈 随时塞 两三个字 真的要过这个灯位 终于轮到我走 转左又要等 所以平时这条路是非常之塞 所以平时 那 那 现在我一路 就由 马普 就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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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市郊 和市郊 和市郊 附近的屋 和楼房 的分别 你住在市郊 人 都舒适 和宁静 一些的 环境 你住在市郊 里面 那样东西 压迫感 就重很多 和 就没有那么整齐 整齐干净 现在呢 就走了差不多两米路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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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走多半米路 你看到 两旁的树木 都会很少的了 而且你会觉得 感觉到 就是去了 市中心 周围的环境 就没那么整齐 和 闲远一点 那 那我现在呢 就已经到 Stockport的边皮了 就是差不多 再过了 音灯 就应该是Stockport的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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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留意一下 真的没有什么树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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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屋多數沒有 排屋前面有位讓你拍到車 排屋已經大 排屋的位置都是在路邊 這裏就是排屋的不好處 我現在可以走 左邊有一間高高的 那間屬於政府屋 你們看看 前面的排屋的車都在路邊 有個人開了車門 都在路邊 這些就是排屋 你可看到樹木不多 而且每樣都很亂 STOPPOT總括來說 屬於中間 頂座就是中間位置 但是聖載比較旺 配套都齊全齊備 你去倫敦去曼城都很方便 這就是唯一可取 你以為BNO移民過來 找工作 你不要說你是專業人士 你應該找散工做 或者送貨司機 都不太難 我想 前面已經是STOPPOT的中心 你看到有很多商業的地方 左手邊有一間是日產賣車的 如果再向右轉 你會看到更多賣車的 汽車廂 市中心都有住宅 但是住宅環境 一般 如果說方便的 就不能說 譬如說正常人家 以英國人來算 當然希望自己的子女 多一點空間 可以去玩一下 前後花園玩一下 或者隔離輪舍 過來玩 或者你過去隔離輪舍 也可以 這就是英國人的文化 就是這樣 我現在都可以走 待會大家轉右 就會看到很多大型的汽車品牌 這兩個人就這樣說 再錄一會兒 我就要上Motorway Motorway不方便錄 因為不危險 應該一路分心 看到KIA KIA 在右手邊 再前面是Volvo 左手邊有兩間賣傢俬 另外 前面 再前一點 有個VTail Park 這裏屬於 Stockport的一個 Retail Park 主要的地方 前面 上的就是M60 就是這個大萬城的環迴公路 如果你不想環迴公路 直去轉右 就會有 越野路華 Jaguar 積架 Benz廠 都會在這裏 開了 開了一頭半個月 我把電話 攝影機交斜了 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 走多十 半分鐘路 左手邊 有一間很大間 很大間的 Benz廠 大家可以看看 大家可以看看 那間廠 真的大到有足球場 這麼大 我想走多十多二十秒 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就是M60 大萬城區的環迴公路 看到了 就是在右手邊 這間就是Benz廠 是不是很大 真的有足球場這麼大 陳列的車 我想起碼 都要二三百架 我都不錄了 各位網友 就這樣 拜拜